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人他在家里本来过得很好的 自从搬了一个邻居之后 他的心就开始难过 觉也睡不好 饭也吃不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邻居在他家里门口挂了一个很小的八卦镜 自从这个八卦镜一挂之后 他就觉得他们家里一直在倒霉 其实他们家过去也蛮倒霉的 他就恨了 他就觉得为什么他八卦镜 把我的风水传弄坏了 然后他去买一把很长的宝剑挂在门口 接下来人家就把他的门都砸了 想一想 谁给你找的麻烦 像这种事情 实际上念几遍大卑咒 他不要说刮八卦镜 就是十八卦镜都没有用的 因为菩萨的法力无边 我们要懂得不能一天到晚在自己的小我当中 我们东南亚很多地方都喜欢风水 看风水 实际上风水有用吗 有用 但是风水只能占预你人生的20% 名字有用吗 有用 有的人的名字太大 真的把你压垮了 但是这些都是菩萨不提倡的东西 菩萨让人正信正念 不要去沉迷在这些八卦之中 菩萨让人要懂得信佛 要开悟 要懂得人生真谛 那就是无常 所有人间让你今天再好 再多的拥有 又能让你戴上几年呢 所以我们要懂得不要自怨自悔 我们不要自伤自责自己 很快的你就会陷入长时间的忧郁当中了 所以懂得人生苦短 我们的一生只能往前进 我们一定要忘记过去 我们就会解脱 台长告诉你们 小时候我们有多少事情过不来 多少事情难受 感到非常的绝望 现在还有这种心吗 我们当谈恋爱第一次失败的时候 我们伤痛欲绝不想活在这个人间了 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了 有家有孩子了 你就算看见过去的情人 你也只能看见他笑一笑 那种伤痛的感觉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一个人不能老在回忆当中痛苦的活着 要向前看 要向更多的地方看 那要向远看 看哪里 看看我们今后要到哪里去 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超出六道 奔向四圣道 我们要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